这是一张典型的狼群站位图 图片中总共有20多匹狼 他们分工明确 清晰地表明了狼群的组织架构 走在最前面的这三只狼 是狼群的第一梯队 很多人以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肯定是狼群的首领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是狼群里 拖队伍后腿的年迈的老狼和病狼 但老狼并非一无是处 是狼群里经验和阅历最老的 让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 一个是避免他们掉队 再一个就是可以把握前进的方向 控制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和节奏 紧跟在后面的这五匹狼 则是最年轻的狼群 他们是反应快 战斗力强 第二厉害的狼 万一第一梯队的弱狼受到攻击 他们会对敌人快速出击 负责第一梯队的安全 第三梯队里是数量最多的狼 他们是狼群里的妇女儿童 负责狼群的繁衍和未来 因此他们处在整个队列的最中间 受到前面第二梯队和后面第四梯队的保护 是队伍里最安全的梯队 而第四梯队是身经百战 有年富力强也是最厉害的狼 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负责狼群的后裔 而最后还有一头孤独行走的狼 表面看起来他似乎不怎么合拳 其实他就是整个狼群的首领狼王 而狼王则负责整支队伍的纪律和团队的安全 有了他在 整支队伍才不会一盘散沙 所以狼群团队真的是不简单 而我们人类却恰恰相反 所有的团队老大通常都走在最前面 弱者则走在最后面 反观有些企业口头上喊着狼性文化 狼性文化 拿着这张狼群站位图 问问他们真的懂狼吗